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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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早 歡迎收看今天的鹹菜日常 是的!那因為呢 今年疫情真的非常嚴重喔 所以大家都不能出國 我覺得大家平常在網路上啊 或者是別人的IG上看到去旅遊的地方 都大同小異 大家一定會覺得,喔!怎麼又是這裡?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帶著大家到桃園 平常很少人去的一些景點 一些秘境 我們今天要帶著大家不同以往的秘境旅喔 我們不只是生活風格家 還很會玩秘境喔 好的,那我們今天收到現在汽車的邀請 要來開這台全新的video 不要看他小規小了,我覺得他真的是 武藏俱全 導航到鐵木瀑布 那我們今天呢 跟我們一起玩秘境的朋友 還有,琪琪! 然後再次修宣 耶! 我是現在司機老太 耶呼! 耶呼什麼啦 那我們今天要開這台全新的venue呢 前往桃園的復興秘境 準備出發了 今天要前往的秘境鐵木庫 其實我個人也沒有去過 我覺得桃園的復興鄉啊 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今天真的非常興奮 但是其實今天天氣有點不好 想說到時候去看看狀況 我們再說 好的好的,我們現在第一站來到的是 鐵木瀑布 謝謝你們製造的效果 戶外探險家 戶外探險家 因為我今天就是來玩秘境的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過 他在附近去了霞雲村的一處 一個小秘境 因為他附近有一個烤肉細水區 聽說很有名喔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去看一下 這邊的那個鐵木瀑布 而且現在已經聽到瀑布的聲音了 對 好的,我們現在到了鐵木瀑布這邊 其實很漂亮耶 白髮姑娘細水 你為誰口 不要潑我 你說那個水 對,那邊水流很穿急 但我覺得這個步道其實還蠻好走的吧 就以秘境來說 對 因為他們的秘境都是一些 爬山涉水 我覺得這鐵木其實蠻猛的 等一下傻子 你就用那個中間的溝槽 踩那個桿子就好了 好的,挑戰成功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 你可以的 Good Job 好的,很漂亮 就是沒有來過 我現在就是一個導遊的部分 來,我們現在在這邊 5分鐘,休息5分鐘後 要吃便當,要放了,放了,自己去 來喔 我說加油,你說讚 加油 讚 謝謝大家阿佩爾 等一下,這裡就沒那麼可怕了 很好很好 因為剛剛那邊太深了 因為它暗泳很深 這邊不能吸水 因為剛剛那邊太深 要注意安全 謝謝 我覺得飛越牛肌盤車啊 它真的超酷 因為它還有搭載了一個 多重慶這些駕馭模式 而且它有六種頭 也可以選擇就夠 而且我是看到泥地跟沙地 是針對你駕駛的不同道路 去做一個地形的變化 就是有點雨天的泥泥地 我覺得開起來感覺應該也是不錯的吧 超級適合我們這種全上升下還可以 你能說這台車真的不只都會 還很會 真的蠻會的 下一站來到的是小屋來天空步道 這個地方很特別 它就是會有發預約券的那個制度喔 就是如果你超過是六人的團體以上的話 可以在網路上先預約一到五人的話 可以到現場來買票 基本上呢一個人是五十塊錢 我們剛好現在遇到中午的午休時間 所以要到下午一點才會開放 那我們現在就要先走去其他的地方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了一間黑店 自己取名叫黑店是有合理嗎 欸有水蜜桃了 哥哥我要喝水蜜桃冰沙 你可以水蜜桃冰沙的部分 好喝 真的好喝它有那個水蜜桃的皮 讚讚 好的我們現在因為天空步道 要等到一點才會開啟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到龍鳳瀑布 好女生 女兵出發 女兵 班長你要喊口令啊 我現在是辣妹班長 你是熊壯威武 不是是妖嬌 你咧 好的我們到了龍鳳瀑布 它是分上下兩層的 上面是龍下面是鳳欸 喔真的欸 我覺得今天感覺就很像我們那時候在北海道 然後就到處各種瀑布 我們那隻 很喜歡欸 老師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都市傳說 有個都市傳說說有蜻蜓的地方表示 那把水質很乾淨才會有蜻蜓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座吊橋 走過去之後呢 往前走 走到那個異星橋 然後異星橋就是那個賽德克巴萊的那座橋 其實蠻酷的 但是這邊走過去大概要一公里多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珍重 可能會花個半個小時以上 對對對 好酷 水那麼藍是因為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Excuse me 我的幽默感沒有打動你嗎 那我們現在來大合照 我說地關你說月地關 好的我們現在在小屋來的天空步道這邊 就是其實跟大家分享小屋來風景特定 其實這邊有非常多的點可以來 像我們剛剛有去的龍鳳瀑布嘛 這邊還有小屋來瀑布 以及有一個神秘瀑布的地方 據說呢這個神秘瀑布 是目前是沒辦法靠步行抵達的 但你可以走天空神橋的方式 從上面往下 就是在這裡 由上往下窺探神秘瀑布的面貌 所以這邊都是一個各種瀑布的地方 對 然後蠻適合就是帶一家人 或是桶屋來這邊登山 沒錯 推進給大家 壯觀耶 可是其實它有點會 會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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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晃耶 哈哈哈哈 這比尼加拉瀑布還壯觀耶 對 因為尼加拉瀑布 你沒辦法從上面往下看 對 這超恐怖的 下面是這樣子耶 好恐怖喔 很精彩喔 對 我沒有在做效果 因為我沒想到會這麼可怕 如果是下大雨的話 你們就可能就不要再來這個點了 是因為大雨的話 這邊是完全不開放 對 因為旁邊有一些鋼筋結構 他們怕倒點 打雷 暴雨 都不可以 只要天候不佳的話 就是建議大家不要再來 所以就提供給大家一個資訊 沒錯 如果那種白目小孩在那邊一直狂跳的話 大家就想 我現在好軟喔 對 這時候擺POSE就是要有一些歌 誰的蠢能變成我的味 真的可以 真的很好 我想說我們50塊真的花得很值得 因為我們是平日的下午一點剛開 然後就只有我們四個人 玩得超開心 可以來 這邊真的可以來 好不好 哇 這一站來到了 在復興區非常夯包的咖啡廳 晚山 沒錯 晚山咖啡 然後它是用後會駐車的 對 我覺得很酷 然後它在這邊規劃了一處就是很大的園區啊 就是大家都可以來這邊走走拍照 其實滿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就是可以看一些黃溫的景色啊 然後聽說可以看到石門水庫 我們等一下來試看看這邊的餐點如何囉 晚山咖啡這邊的頂樓 有一個觀景的平台 可以上去看看這邊的感覺 因為他們賣一點 而且現在就是剛好有點霧雨茫茫 頂樓這邊呢擺放了一些情人雅座耶 對 然後這邊看過去的話就是復興區看下去的山景 秘境感十足 現在雲霧繞繞了 對 美耶 這邊餐點如何呢 一隻棒 它整體上的口味是喜歡的 然後包括這間店的氛圍 對 它真的很漂亮 它就是超漂亮的 OK 這是一個約會耶 然後看風景 如果也要約會來彈宜這邊會中嗎 會中嗎 會中 馬告小豬肉 馬告小豬肉 這是今天大家的評比第一名 我們有點焦麻雞 焦麻雞的醬汁 今天晚山咖啡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下次有機會到附近區 想要來這邊就是看看風景 然後吃一下就是好吃的餐點的話 所以真的是非常適合跟大家 我很喜歡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好 等一下 我們現在是在蝙蝠洞 我剛剛摔了一跤 對 剛剛摔了一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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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摔一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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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好像有錄下來 我覺得這邊很酷耶 這邊是一個天然形成的 一個岩洞景觀 然後在這種 剛好今天又下雨天 所以它形成了一個 非常天然的一個水連洞 對 我真的覺得超美的 我超喜歡 這裡有非常多原始的職居 就很多原生植物 像我後面的岩石 上面有一些青苔 對 超漂亮的 真的超美的 然後它旁邊這邊還有一座瀑布 很像巴黎島之類的 而且剛剛沿途走過來 那個步道啊 對 超有秘境感 喔 真的超有秘境感 我覺得 我剛剛走到有點害怕 然後這邊真的是非常推薦 給大家來的秘境景點 好的 我們現在這一站來到的是 舊百姬隧道 就是大溪跟往復興的這邊 有一個叫 就是一個隧道的地方 嗯 那舊百姬呢 它其實旁邊就是一個新百姬隧道 它其實是新舊秉存的喔 是的 然後這個隧道就是它有一條 有一條鐵軌 這是在幹嘛的 這以前就是人力通行的 通常是運送一些貨物啊 或是讓你交通運輸用的 對 喔 然後這個隧道就是它有一條 然後這是你朋友嗎 對啊 我們在選美 她好高喔 她大概是九頭生美女 那你是誰 我是八頭生美女 你是八頭生美女 你是八頭生美女 那後面是你的車夫 對啊 很壯吧 好 還是你的情夫 好荒唐 我覺得這個可以拍出一個 就是很長很長的那種 隧道感 那叫什麼景深 景深隧道感 其實我覺得應該會蠻不錯的 它也算是一個蠻秘境的地方 對 算是一個蠻秘境 就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忽略到這個地方 因為它通常會從旁邊的那個新百姿 所以它就是呼嘯而過 而且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是經過才來這邊 就是會特地來這邊 對 但是其實這邊 我覺得它做的蠻有味道的 然後因為它 畢竟它是從日治時期保留到現在 我覺得它是非常有風味的 你可以精確了解一下這條路的歷史 好的 帶著你的Amy 你不要再讓他跟他玩 那他晚上又要來找你 欸 這邊很適合跳你的火車舞 你要不要自己 欸 我們三個一起跳 我們三個一起跳 好的 我們現在來教學一下 老蔡自製的火車舞 來 我是Leader 等一下我們就要這樣子 呼呼呼 就是網圈 喧喧其其沙咽 來 開始 呼呼 恭喜你的火車我推廣出去了 我成為了 我現在還真的有鐵櫃 我成為了火車頭 它這個地方 它以前是還拿來當戰備隧道 因為就是它會有一些防空 但它有很多種功能 不善用的也可以原型 沒錯 所以其實不要小看這個隧道 好的 那我們再進行 這就要下一站囉 現在從傅仙音下來到了大溪市區 但是要說到這個是一定要來大溪老街吃一下豆干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就是 名鼎有名的阿貝滷豆干 阿貝的招牌真的超大 招牌真的超大 然後它這也真的超有名的 我們現在就來嘗看看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吧 好的 萱萱 第一個表態了 可以是不是 要抓住台南人的味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要加辣椒 要加辣椒是不是 所以覺得可以 可以可以 好的 謝謝這位台南宣宣 應該沒有香菜吧 來 新店企提 好吃 好吃是不是 很入味 很入味 然後這個辣可以沾 但是它辣的表情不覺得 會太辣嗎 不會太 但是如果完全不敢吃辣的話 就是還是不要吃 OK 那寶寶呢 松山辣妹 松山辣妹的部分 好吃耶 好吃 我覺得百葉 對 真的假的 百葉很好吃 它滷的非常的深 而且它的百葉 是Q彈到不行的百葉 它裡面很Q欸 而且很入味 顏色弄得很香 真的耶 它很像蒟蒻的感覺 對 很Q欸 我覺得這個就是可以 很適合當下酒菜耶 它的辣椒是那個 它自己會幫你裝一碗 一小碟放在旁邊 然後那辣椒裡面感覺 又加蒜蓉 很好吃的 然後它整個滷起來不死鹹 對 只會死鹹 對 只會死鹹 沒有火力的豆干 沒有火力的豆干 今天推薦給大家 好不好 來分享一下 如何 我有點軒軒 我軒軒才是奶茶達人 奶茶達人是不是 我覺得鹹奶茶很好喝 我個人極推鹹奶 而且其實它這邊真的都是普爾系列 我剛剛仔細發現才看到耶 對 它是用普爾跟鮮奶來做的 對 然後就是 全部的原物料都非常天然 對 然後因為剛剛有跟老闆聊一下天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的甜度 都是用冰糖去熬的 因為老闆非常愛喝茶 很棒耶 然後它做出來的那個手搖飲 真的是非常不錯 Queen of Milk Tea 要不要來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分享新的 他剛剛一直不把那杯讓給別人 嘿嘿嘿 怎麼發生啊 一直抱很緊 又要給人家的意思 對 反正它是鮮奶茶嘛 跟一般奶茶不一樣 就是 對 就裡面的代謝 然後也不會太甜 因為我超怕 吃到很甜很甜 你個人不是一個螞蟻嗎 台南的朋友 沒有 沒打招招招招 其實我推薦天氣冷 可以喝溫的 應該很好喝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海鹽很適合做熱飲 對 這個 謝謝翔推薦囉 現在來到了金字塔湯圓 也是大西很多人來推薦過的喔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是水晶餃的感覺 很厲害的感覺喔 它是不是肉舌啊 就裡面是包肉 裡面是包肉燥 有點像是鹹湯圓那種感覺 皮是認真沒有的感覺 皮是很好吃的 但內餡有點燒熄 喔 真的喔 這個湯圓給過嗎 它的甜蛋也偏油 非常真實 謝謝喔 他剛剛一直跟我們說 他超討厭吃鹹湯圓 結果居然接受了 其實我覺得很像 它真的好吃 它真的不一樣 鹹湯圓是裡面會有肉 是那種包子肉 它這個是 好了 我們現在陷入 酸腳湯圓跟鹹湯圓的大戰 現在有一個三角戀 然後呢 就是我們還有點米茶 但米茶就是有點樸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點 雖然這間還是非常值得 大家來吃三角湯圓 給過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賴煮傳豆花 現在又有兩個人興奮的 我不知道你們也是 其實也是蠻會吃的 因為這家真的非常多人推薦 然後他們也有冷熱豆花 再說一次 冷熱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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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挑戰台南人 謝謝大家 你可以選清涼再選三種料 布丁豆花 對 有三種豆花 然後它熱的有薑汁跟焦糖 我想吃冰的 冰的 冰的 先來挑戰一下薑汁豆花的部分 肯定選了什麼配料 芋圓 橙豆 花生 很大一顆 對 來試試看 龜太甜我就可以 然後這個默默的吃了老菜 如何 然後你看這個櫃檯 它醬味很重 我覺得熱的滿值得點的 但我還沒有吃到配料 芋圓的芋頭味很重 天軟 天軟 我要說的就是 因為我吃的是冰的 但我的冰的豆花口感 很像杏仁豆腐 所以我不喜歡 所以我不喜歡 一片一片的 完全不一樣 很像中華豆花那種感覺 對 對 其實大氣這邊還有一家是叫賴媽媽 也在大氣剛剛那邊市區 但是因為我們過了它營業時間 所以我們才來 它營業到幾點 它到六點 賴媽媽 就很多擁護者 就是我們問的時候 大家就推著賴媽媽家 就是真的賴祖傳 沒錯 然後其實你們可以的人告訴我說 為什麼你們擁護的是哪一家豆花 以及為什麼 對 歡迎在留言 我真的很想知道 好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現代汽車的邀請 讓我們再次回到venue吧 那其實今天很高興 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在桃園平常 大家不一定會知道 或是沒有去過的秘境 我們來問一下後面的兩個辣妹 今天最喜歡哪個景點 我喜歡蝙蝠洞跟天空步道 那最喜歡蝙蝠洞 因為有人摔倒 天空步道真的很棒 會突然 OK 那萱萱呢 我今天最喜歡那個蝙蝠洞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有秘境感 超美的 那老蔡呢 我 我很喜歡蝙蝠洞 但除此之外 我其實我自己蠻推龍鳳瀑布的 因為我覺得龍鳳瀑布 讓我有一種回到北海道的感覺 對 北海道就是到處都是山啊 然後山林瀑布啊 然後我覺得那種 世外桃園的感覺 也非常具有一些神秘的秘境感 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開著Venium 這樣一直玩 玩了一整天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著我們一起 開著Venium玩的話 就別忘了11月5號開始可以上 現在汽車的官網報名 不只可以駕著Venium去玩秘境以外呢 還有機會拿到高達10萬元的旅遊金喔 真的超棒的 好啦真的只能說 我們不只是生活風格加 還很會玩秘境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們 按讚 分享 加訂閱喔 那我們鹹菜日常 下週見囉 掰掰 我超愛這台的喔 對 這是牛仔藍 配上前面有一個白色 壯色的車 而且它不只是 車身壯色以外 它在各處也都有壯色 平常在鐵車廠很難找到車 其實它非常的省眼 你一看就看得到 而且它其實算是一台小車 但它的車身身形非常漂亮 尾燈也很漂亮喔 再來帶大家看它的後車廂 裡面有一個隔板的設計 我覺得很貼心的是 它有一個滑軌的設計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說 欸我要不要把它收在家裡 另一個長坡 或是停車區域這樣子 對 然後它還可以把後面的收納空間 變出不同的模式 這個隔板可以拉出來 對 所以它可以往下再延伸下去 再來可以看一下它車裝的配備喔 它這邊白色的飾調也非常的吸睛喔 不要年輕有活力 我覺得啊 這台車子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舒適性跟安全性 而且你剛好發現就是 其實我關門的時候 關門身是很紮實的 這好像就是因為它其實是用 高達66號的高鋼性鋼材製成的 對 這鋼材好像是用在飛機上 跟航空母艦上面 我覺得在安全上真的是非常的無慮 通常我覺得大部分品牌 只有配備兩具安全氣囊而已 這台Venu有六具的安全氣囊 而且這台Venu在科技上 也有非常棒的安全系統 像是那個FCA 就是前方煞車輔助系統 有時候把我親在車上 就是像我們這樣大聊的時候 把我親稍微分心 然後這時候我覺得這個系統 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它會提醒你就是 欸 前方有車子 這是一個在安全上非常重大的 很好的系統 好的 我們今天又多了一個台南人成員 來 來說一次 很冷 是很冷 是很冷 很冷 是很 很冷 就是喜歡講冷好不好 對 就是喜歡講冷 我們就是了不分好嗎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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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